大家好, 欢迎我回来的频道 今天继续Steam Deck 因为就是要快换机给人了 因为自己已经很久了 想拍完一些影片 出片的时候, 机器应该已经不是我手了 但是先拍好了 我迟一点点点 如果大家像我这样 就比较Steam 比较没什么游戏 但有充足很多 Windows 的游戏 除了安装 Windows 之外,可否在 Steam Deck 即 SteamOS 直接安装呢? 答案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是每天都玩到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如何在 Steam Deck 安装 PC Windows 的游戏 在 Windows 的游戏里面有几种的 要不就不用安装,直接按 exe file 就可以玩 要不就要安装了 PC 才在里面开玩 我这里就准备了几个,一只就是 Frosa Horizon 5 这个就要直接安装到 PC 里玩的 我今天就直接安装到 Steam Deck 里面 而 Grand Thief Auto 5 我试过直接安装到 OS 里面是不可行的 我这个就在 Windows 里面安装了 安装到 Hard Drive 里面 接着在 Hard Drive 里面就直接拿到 File 里面 看看能不能玩 另外这个 Marvel Vs Capcom 3 这个就不需要安装的 就这样开一个 Execute 的 File 就可以玩到 这些全部都是 Windows 游戏 当然啦,如果你有 Steam 的 account 也有买了这些游戏 直接在那里开的更方便 但今天就是想试给大家看 能不能安装到 Windows 游戏 现在就试了最简单的那样 我们先安装 Marvel Vs Capcom 这个本身是不需要安装的 在 Windows 里面 就这样按这个 .exe file 就可以开到 这些游戏又不是太大 放在 SD 卡里面都没问题 我就已经放在 SD 卡里面 这些需要安装的那些 一会会安装到 Hard Drive 里面 我现在试了这款 那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你开 Steam 啦 跟着左下角 这里 Add a Game 这里 Add 啦 跟着呢 Add a Non Steam Game 啦 因为这个是 Windows 不是 Steam 的游戏 跟着去 Browse 去你的 SD 卡里找回 game 啦 要出回最外面 这个啦 跟着 Run 啦 跟着找个 Media 啦 跟着 MMC 这个就是你的 SD 卡 跟着里面的 Game 在哪里呢? 就是 Ultimate 这个啦 按了进来之后呢 Application 这里呢 就按 All Files 那你就找到 .exe 的 file 啦 那哪个 file 是开的那只 game 呢 就 选择那个啦 现在是这个啦 OK Open 对啦 跟着就按 Add Selected Program 这个 对啦 跟着呢 它就已经加了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什么都没有的 那你要按 什么呢 按 Setting 这个位置 Manage 啦 跟着 Properties 啦 跟着呢 Capability 这里 check 了这个 Force to use of 这个 check 了这个 跟着 Proton Experimental 如果一个不行 你可以试其他的 但是呢 我很多游戏都是 7.0.2 这个可以玩到的 所以我用这个啦 如果将来有 Update 的时候 可能 Update 的那些 还会更加 support 多一点的 那我将来有些新 version 的时候 就可以试再新一点啦 如果不是呢 最新应该是 Experimental 这个 但是呢 这个不是常常 work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啦 那我试这两个 或者试前面的都ok的 那我按这个啦 跟着 ok 啦 那这些整图 这些呢 我今天不讲了 因为之前那些讲了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回我 装 Emu Deck 那集 有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些了 OK 那我试一下游戏先 看来没什么问题啊 对啦 刚才这款 Marvel vs Capcom 没问题啦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啦 那到另外一个啦 对啦 现在 Grand Theft Auto 这个呢 本身呢 我在这里安装呢 就安装不了的 那我在 Windows 安装了 那我在 Windows 安装了 到 external hard drive 上 那里 接着将整个游戏的 folder 呢 就扔到这里 试下 play不 play 到 那这个方法呢 应该跟 刚才 Marvel 那个方法呢 安装一样的 因为它也都是里面有个 execute file 的 就是这个 GTA 5 这个 Launcher 这个 接着 接着 All Files 啦 Launcher 啦 试下 Select 我们这个 setting 这里 去Property Capability 又是这个 那去7.02 这个 对啦 再试一次 是可以的 所以有些游戏呢 如果不可以直接在这里安装呢 即管试下 刚才的方法 即是在 Windows 安装在 hard drive 上 接着呢 在 hard drive 上直接拿过来这边 就行的 Come on! In the back! Come on! Come on! In the back! Come on! Come on! In the back! Come on! Come on! Hands right your back! Come on Nester We're giving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I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All set! Phone it in! I'm calling it! All right! We can do this! Huh? Show me the money! Slow and steady Tee! Slow and steady! Slow and steady! Slow and steady! Oh! There it is! There's enough here for us all to enjoy! Slow and steady Tee! Oh! There it is! Give it up! I got him! Slow and steady! GTA 5 都玩得到 不错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試過用PS3玩GTA 5 是很刺激的 但是呢 用PC版就 剛才看到了 都很順暢的 所以如果有PC版的遊戲 就不要用PS3模擬器玩 始終模擬器是不完美的 以及需要再強勁電腦 才能玩到模擬器 現在試過一個 直接在這裏安裝的 需要安裝的 我們再選擇這個 接著再搜尋 今次是Frozza Horizon 5 再是All Files 接著有一個Setup 接著我們今次開設的Setup 開啟 接著再加這個 今次有一個Setup 我們就要先開設的 同樣做法一樣 跟剛才 都是去這個Property 開啟這個Experimental 這個 Proton用7.02這個 同樣 如果這個不行 可以試Experimental 直接搞定了 就先按Setup 因為它會先安裝 就類似Rindle去安裝 它還會彈出什麼 這些大家如果安裝 它們就知道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接著 安裝到哪裏 這個要小心 因為它未必真的 是C Drive 那我們 找回剛才那個 放在哪裏 這款遊戲 我還是想安裝 SD Card 那我就直接 SD Card 試試 我不想 代替這個位置 所以 我先改一改 名字 我按 所有的Spacebar OK 接著OK 它應該要開一個新 Folder 我按Next 接著 按小位 是嗎 YES OK 這個 照做 安裝 其實在這裏安裝 也可以 你試一下Windows 安裝都沒問題 用剛才GT5的方法 即是Windows安裝完 把安裝了那個遊戲 整個放進來都可以 是的 這個就試給大家看 我在這裏安裝了 因為很大口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稍後再回來 好了 終於安裝完了 安裝了很久 因為整個遊戲 100GB 是的 安裝完了 我們再開Steam 安裝了之後 其實 本身的Setup 就可以刪除了 Setup 這裡 我們去Manage 接著 Remove Non-Steam Game 這裡 可以Remove 這個 一旦測試了 遊戲可以 使用之前設定的 Folder 限制 OK 我們在這裏 再加上遊戲 做同一項 然後再去回 剛才安裝的位置 我就放在 SD卡上 安裝了 那就是Run Media MMC 這個 然後剛才改了 名字 這個 如果這次試 OK的話 一旦可以使用這個 本身設定的 OK 按進來 按進去 按進去 然後找到 exe 檔 這個 這個 開啟 開啟 接著 選擇 接著 就在這裏 在 這裏 對了 又是再按 setting 這個 Property 接著 Capability 選擇這個 再去 7.052 這個 好 OK 按進去 可以試一下 看來 能夠 嗯 嗯 不 有 不 很 得 太 不 也 不 我 都很進行 好 好 好 剛剛試過 都很順悵 Folster Horizon 5 畫面也挺漂亮的 安裝完之後, 本身設定的資料就可以清除了 因為這個遊戲真的很大容量 本身那個也有93GB 安裝好那個就... 100GB 所以這個已經可以剷掉 我先清除 省下這個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我這裡不播了, 但我先弄完這圖 在Steam 遊戲選單 在Steam 遊戲下方 就已經有Folster Horizon 5 然後 Grand Theft Auto 5 還有剛剛加了 Marvel vs Capcom 這些都有圖, 我已經弄好了 對, 全部都玩到了 非常好 我再一次說, 不是所有Windows 遊戲 都可以放進來 但大家可以嘗試我今天這個方法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給一個Like 還沒按訂閱的, 按訂閱 再按按鈴鈴, 那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想請喜歡我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或者 Paypal 詳細資料下面Description 裡面有 好,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